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张化县长主播原 景仪大学资讯传播工程学系 和英志教授等贵宾与现场约150位粉丝同乐 并共同行销2012龙年灯会及张化县政府全球资讯网新版网站 这是我们向中央争取到一个创新的计划 大家对张化有信心 所以这个创新的计划就由我们张化来示范执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也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资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让我们政府的服务可以更贴近民众的需求 可以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欢迎大家好的来运用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示范计划能够成功 可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 让全国的民众都可以享受高科技云端的服务 粉丝团聚活动从网站建制计划成果影片中揭开序幕 并请贵宾上台抽出20台MP4为活动暖场 卓县长也透过抢答送红包及有趣的点灯动画竞赛的方式 与粉丝们互动适时行销宪圣证 你们就要准备咯 看谁按的最快20秒内 谁按的最多谁就赢了 开始挑战咯 好 3 2 1 好 县长 那你觉得今年的灯会呢 举办的话会有不产收音 随后在众多粉丝见证下 卓博员县长当场抽出三台Xbox赠送给幸运粉丝 在现场粉丝热情气氛的感染下 再加码两台Xbox 卓县长的儒雅亲切让现场粉丝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在卓县长的带领下将行动晶片置入彰显服务 一化无线的手机内 象征开启彰化县政府全球资讯网入口网站与社群平台服务 也预祝2012龙年灯会圆满成功 公益频道许维珍 彰化采访报道